11月3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再次以185票赞成 两票反对还有两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这是联合国大会连续第三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类似的决议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85票的压倒性结果再次表明 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美国乱施单边制裁 严重威胁古巴人民基本人权的行径 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都支持古方维护主权反对封锁的正义斗争 正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投票前所说的那样 美国的封锁是一种蓄域的经济战行为 企图导致古巴经济崩溃 并制造政府无法治理的局面 美国对古巴封锁60年 给古巴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想强调的是美方一向以人权未始自居 却不断亲手制造人权灾难和悲剧 美方维护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权 而是彻头彻尾的霸权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嘴脸 国际社会一目了然 也用行动做出了回应 面对联合国大会连续30次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决议 美方应该做的是认真倾听正义声音 立即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贸易限制和封锁 不要再继续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 好同志 好兄弟 自1992年以来 中方已连续30次在联大投票支持 古巴反对美国封锁的决议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人民 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 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 20年前的今天 中国同东盟国家政府代表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如何评价宣言在20年来发挥的作用 今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 宣言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达成的首份政治文件 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 宣言的签署和落实增进了中国同东盟国家政治互信 促进了各方涉海对话合作 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也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地区环境 今年7月 中方在北京成功举办了 纪念宣言签署20周年高级别研讨会 中国和东盟国家与会代表 重温宣言精神 高度评价宣言的重要作用和里程碑意义 对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提出了殷切的期待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符合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落实宣言20周年的成功实践 充分证明了 中国和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 有智慧 处理好南海问题 中方愿意东盟国家 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不断深化海上对话合作 把南海真正建设为 和平之海 有益之海 合作之海